胎死腹中案例 我学习过原始点 想以原始点处理 便和先生到原始点的工艺点咨询 听资深志工说 可以用原始点处理 心里感觉温暖踏实 调理过程 第一天 志工以姜粉泥帮我按推腹部 再用红豆带温敷 感觉很舒服 第二天 早上腹部微痛 流血量多 先生帮我用姜粉泥按推腹部及温敷 喝姜汤补充内热源 下午四点左右 肚子开始阵痛冒汗 然后排出大量血块 过后 每隔半小时或一小时 都会阵痛排血块 在使用红豆带热敷后 热源直达患处 疼痛转为舒服 志工姐说 只要热能足够 就能止血 我不断地喝浓姜汤 补充内热源 八点半后 停止排出血块 只有少量流血 但震痛感没有减弱 腹部也还能摸得到硬块 经志工指导 先生帮我按推了背部和剑锥原始点后 疼痛感有缓解 第三天 上午继续使用姜粉泥按推腹部和腰部 感觉舒服多了 只是腹部偶尔会隐隐作痛 第四天 加烙红参汤 体力恢复得很快 但天气热 家里没空调 也没开风扇 因为怕热 温敷坐不到位 第五天 反思后觉得是因为热能不足 腹中硬块才无法排中 所以晚上九点多 让先生再替我 在腹部涂姜粉泥 及红豆袋热敷后才睡觉 第六天 凌晨一点 突然感觉流血量增加 接着在没有任何不适感的情况下 顺利地排出了死胎 之后血量减少许多 只微微流血 感觉腹部既干净又舒服 原始点条里得到的启发 这次不必经历手术的痛苦 就能顺利地将死胎排出体外 这都是以姜粉泥按推腹部 及充分补充内外热源 所发挥的作用 只要热能充足 身体自然排出异物 及修复体伤的能力 是非常强的 真不可思议 感恩张医师研发 并无私奉献出原始点 感恩志工们耐心的指导与帮助